这么窄连救护车都进不来 所以我规划了防灾型都庚 由政府先盖好中级住宅 让市民暂时居住 等都庚完成后再搬回去 这是汉时间赛跑 我已经准备三年了 台北来当领头羊 我们先做一个成功范例 这样就可以加速进行 翻转台北 武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推出都庚3.3竞选影片 前内政部长也是他竞选团队的 政策总召集人李鸿源 也共同拍摄影片 黄珊珊强调 如果有机会当选台北市长 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防灾型都庚 让各区都有中级住宅协助安置 住户就不必担心都庚期间住的问题 中级住宅是老族社区 他们在都庚的时候很多长辈 甚至他们自己不想要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 而且上次已经说过了 长辈就算拿到租金补贴 他也没有办法租到房子 所以都庚的中级宅就成为一个 都庚能不能够成功与否的很重要的关键 另外我们接下去会有非常多的学校也会开始改建 所以都庚中级宅会设计在跟学校改建的同时 能够让他成为那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中级宅的居典 同样的在旁边附近周边的都庚案件的民众 他如果真的没有地方去居住 那我们还有一个中级宅可以做调配 那12个行政区我们希望他都有一个这样的中级住宅 因为上一次发生了 大家还知道文山区曾经发生阳台掉下来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掉下来这东西要拆掉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现在有的中级宅 只有在集合国宅在南港 那一天我还记得我想要安排文山区的民众去住中级宅 那他们一听到在南港 他们就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生活就学就业都在他整个区域 所以每一个行政区有类似的中级宅的设置 可能会是蔚蓝独更 或者是在像类似发生紧急事件案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会规划中级住宅来协助都更户的安置 那也加速推动所谓防灾性都更的进展 所以都更3.3的概念是从 第一点叫做加强沟通政府协助 第二点我们希望有中级宅 第三点要公开还要有相关的公益 最重要是要公安 所以我们希望这支影片其实是宣示黄珊珊参选台北市长 都更政策会是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未来将近20年的时间 我们有非常多四五楼的公益必须要开还 那在现在如果不开始做 到未来的极端气候或者是有天灾地变 其实对台北市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确实有很多老区确实不要说都更连火灾 消防车救护车都进不去 所以这是一个民选的市长要面对的一个priority 我也可以老实跟各位讲 2013年到现在我碰过无数个市长 这些理念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了 但是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好 我们真的愿意来干 我是觉得我很佩服这个珊珊的这一点 就是说一个民选的首长 我们常常心里面都很为难 你到底想做对的事情 还是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结果他选择要做对的事情 我也警告他你要做都更 其实你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非常细节的事情 所以他刚刚做完了这个报告以后 我可以身为一个教授 我大概可以讲说这是一个不只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而且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操作的计划 就是说很多人讲都更都更 它不是两个字而已 里面有非常细腻的操作 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权利跟义务的交换 你如何要照顾这些弱势的人 住在里面的人 一个apartment都是他一生的积蓄 所以你要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 做到透明 做到公正 然后双赢 最后是双赢 台北市营 这个都更互赢 然后全民都赢 而且不是为了做都更而都更 而是在这里面你的社会住宅 你的长照 你们所有东西都要一起包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台北市这个案例 我一直跟珊珊讲信不要太大 一个成功的案例做出来 事实上大家就看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把最新的都市设计的概念摆进去 所以今天我很乐意来支持王珊珊 给他我所有应该要有的专业 他以后选上以后 这才是难题的开始 我们一定会替大家监督他 一步一步的把所有东西都落实 而为什么会把都更列为重要工作 王珊珊说 因为每次与里长见面 地方上都很关心房屋老旧的问题 你问大家这个地方有什么需要 大家都会说我们这里很老旧 我们的房子 我住在五楼 我都不太想下楼 因为我爷爷如果生病的话 我们全家都要有人请假 也就是说对于人民的生活 最在意的是他生活周边的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会成为最重要的 刚刚武老说 我到了二十一年的市议院 各位我有协助过 大概十处以上的海沙屋的杜根 有个联邦和家欢 我整整协助了他们十八年 从九二一开始 到最近他们才盖好 才入住 所以对我来说 都根就是我当市议员 每一天协助民众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都根对我来说 他已经是我在台北市服务民众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每一天碰到的民众的问题 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 第二有很多人他不是不祥渡根 他是走不了 所以上次我才说 我们可能要提供所谓的中继宅 中继宅不是政府做而已 包括我们上次不是提过 有关很多旅馆已经改设宅 他其实也可以将来成为我们民间的中继宅 如果我给他租金补贴 然后这个地方又可以 这个旅馆又可以接受老人进来租的话 其实我可以短期内提供很多的相关的中继宅 这样可以加速度的 有媒体询问李鸿源将来是否会到市政府担任副市长 李鸿源则表示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要让年轻人有机会 他相信在体制外客观的监督 会比体制内效果更好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